哈喽大家好,我是尚托 如果说古生物的灭绝大多是由于天灾 那么近代生物的灭绝则大多是人祸 今天我要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物种 这是一种奇异的鸟类 但它却以灭绝的形式被人熟知 可怜的是 它还被人类赋予为愚蠢的鸟的称呼 这就是有记载以来 第一个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 渡渡鸟 渡渡鸟是毛给丘斯共和国的国鸟 由于简单好见的名字 它可谓是最著名的近代灭绝动物 然而我们对它的了解其实非常少 因为渡渡鸟从发现到灭绝 仅仅不到200年的时间 我们还来不及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种大鸟就已经永远的消失了 现今世界上还有三个博物馆 存有渡渡鸟的标本 分别是荷兰莱顿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爱尔兰首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和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但这些标本都不是完整 其实牛津大学曾有一个完整的渡渡鸟标本 但由于历史原因没能保存良好 如今只剩下了原始标本的残骸 然而即便是这样 它也是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志标本 这就是著名的牛津渡渡鸟 这是世界上仅存的一个 保留有渡渡鸟软组织的标本 正是这个幸运的保存 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检测机会 原来渡渡鸟是鸽子大家族的一员 在分类上 它属于鸽形墓的鸽鸽壳 与我们熟知的鸽子是同一个壳 只不过 渡渡鸟属于不同于鸽亚壳的另一个亚壳 它的正式学面 可以翻译为毛里求斯于鸽 那渡渡鸟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有的说法是奄逸过来的 来自荷兰语中的这个 或者来自葡萄牙语中的那个 都有愚蠢笨拙的意思 还有一种说法 是渡渡鸟的教细 类似于都督 虽然名字的由来已经无法考证 但到了1865年 路易斯卡罗的童话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 提起了这种善良可爱 而又命运悲惨的动物 渡渡鸟这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生物 现在各个方面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 不过在广义上 依然可以把渡渡鸟理解为是一个大号鸽子 所以以后你关注的哪个up主脱羹呢 你就可以发渡渡鸟的兜兜去催羹的 当然别在我这里耍 我肯定不会脱羹 在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 还收藏了两幅最著名的渡渡鸟画像 一幅是乔治·埃德华兹 在1758年绘制的彩色画像 另一幅是简·萨维利 在1651年绘制的 丰满渡渡鸟的画像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渡渡鸟形象复原 就是仅仅依靠这些微物足道的乡国邻村 可是渡渡鸟生活的时间 明明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我们为什么只能通过标本和记录 幻想它们的样子呢 这一切还要从400多年前的 一座海岛说起 1598年9月 一群来自河赶的船员和他们的商船 阿姆斯丹号 在印度洋中遭遇了风暴 船员在风暴中与损坏的船体随波漂流 不久后来到一座海岛 这是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一眼发现的岛路 毛里求斯 吉可南大的水手们迫不及待的登上了这座海岛 很快他们就发现 自己并不是第一个登上这座岛的两脚手 这里居然有一种奇特的大鸟 它们并不会飞 只能在陆地上奔跑 似乎从来没见过人呗 这种大鸟的身高可达近一米 其中在10到20千克之间 然而对于浩西西来说 水手们当下更在乎的是先填饱肚子 它们抓来个杜杜鸟放在火上烤熟来吃 可这并非是它们想象中的美味晚餐 杜杜鸟的肉又老又硬 油腻的让人无法下眼 唯有脖子上的一点肉 勉强撑得上可口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 这是否只是荷兰人的口味 过于挑剔所导致的偏见 但可悲的是 它们的描述 几乎就是我们对这种鸟的全部认知 其实这并非是欧洲人 第一次击过杜杜鸟这种动物 早在16世纪初 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 就已经发现了毛利丘斯 但在相关文献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杜杜鸟的记录 1598年这次机缘巧合的戏后 也正是杜杜鸟噩梦的开始 17世纪之后 来到毛利丘斯的欧洲人越来越多 而杜杜鸟不怕人 又不会飞的呆萌样子 很快就被殖民者盯上 这次不仅只是来填饱肚子的 因为殖民者就在岛上开启新的生活 必然要对杜杜鸟的 栖息地环境进行破坏 然而随着杜杜鸟的数量减少 那时的人们又破碍收集奇珍异首 很快他们就把一些杜杜鸟的活体 进行了贩卖 上文提到的牛津杜杜鸟标本 其实就是1638年 运送到欧洲人的一只活体猪突鸟 这段时间内 越来越多的人目睹了这种奇异的大鸟 随之也出现了更多的记载 而杜杜鸟的最后一次目击记录 是在1662年 同样是荷兰的商船 阿姆纳号 在毛里丘斯海域沉没 幸存的船员维克特等人 在毛里丘斯附近的琥珀岛上 发现了一群杜杜鸟 不知他们是否也像水手前辈们一样 不情愿地咽下了这净病的一餐 而依靠杜杜鸟生存下来的维克特一行人 可能是最后一批见过杜杜鸟的人 这是多么充满悲剧意味的玩笑 毛里丘斯是在大约1000万年前才形成 而杜杜鸟的祖先 是从东南亚一带飞过来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座没有捕食者的小岛 简直就是天堂 由于充足的食物来源 以及缺乏天敌 杜杜鸟便逐渐退化掉了飞行能力 体型也逐步增大 成为了这座岛上最大的陆生动物 同时在这种环境中演化出来的杜杜鸟 也没有对人类的戒备性 所以成为了水手们眼中的笨鸟 但实际上杜杜鸟并不笨 古少学家使用断层扫描技术发现 杜杜鸟的脑肉量和鸽子差不多 和现阶的鸟位没有明显的差别 而且还有一个超大的嗅觉神经 拥有高灵敏杜杜的嗅觉 它们只是从来没有见过人 并不知道人类的危险吧 在人类还没有抵达这里之前 杜杜鸟过着没有天敌的悠灾生 安稳的生死了几百万年 在回顾杜杜鸟的灭绝时 我们基本都把目光聚集在维克特等人的那口锅上 杜杜鸟是否就是被人类活生生吃灭绝的能力 实际上杜杜鸟的气息环境 是毛里求斯的西南部森林 这里地势险峻 并不适合人类活动 在荷兰统治毛里求斯的一百多年里 这里的常住居民只有几十人 并不具备将杜杜鸟彻底吃灭绝的能力 杜杜鸟的灭绝不能都让锅来飞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活动带来的生物无亲 在荷兰人统治毛里求斯的时代 正处于大航海活动的高峰期 随着人类登上岛屿的 也有它们喂养的猪猫狗等 甚至还有船上偷渡过来的老鼠 这些外来者便很快地扩散到了毛里求斯的森林中 而杜杜鸟这种不会飞的鸟 自然要在陆地上筑巢繁衍 它们的幼鸟和鸟蛋就成了猪的美餐 在这种环境下的杜杜鸟 繁殖脑力已经比较低下了 它们一次只产一颗蛋 外来物种的入侵 对于杜杜鸟来说是个十分危险的事情 同时体型更大的猪 也会争夺杜杜鸟的主要食物来源 在那个时代 保护物种的概念还十分模糊 只能眼看着这种大鸟日益见少 杜杜鸟还是毛里求斯 大鲁杆树的传种者之一 在杜杜鸟灭绝之后 这种树的生存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因为它们的肿皮太厚 必须经过杜杜鸟的消化道处理后 才能发芽 可见即便是不会飞行的鸟类 也依然是当地生态系组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相较于分布广泛的鸟类 岛屿鸟类本就更加脆弱 瑞典戈德堡大学 和英国文顿大学院的研究人员 收集了从更新式晚期 也就是人类走出非洲后 到目前为止 所有灭绝的581种鸟的资料 可以看出许多都来自岛屿 而在这其中 有30%都是不会飞的 在没有捕食者添迪的情况下 飞行能力的丧失 似乎是很多鸟类的选择 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对捕食者失去的戒心 而当人类 这种顶级捕食者出现的时候 它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如今 肚肚鸟一词 仅存在于英语的意义中 Estate Esododo 意味像肚肚鸟一样死去 它还有更深层的意思 那就是消失的彻头彻尾 因为灭绝的含义就是 永不复生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幕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 想了解更多其他古生相关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杨多 下期见 拜拜